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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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坪三十五線 舊馬家王舊牌王 15K 自舊牌王部落路段 這一條坪三十五線 已經改做叫做 坪莊五道路 這一條道路 你們花了四千萬 就是做到這個 馬家部落 做到馬家部落 做到這個 馬家國小這一邊 目前警察局還是規定 禁止外地人進入山區 以免危險 本所從今天起到五月底 開始展開修路工程 造成不便 盡情見諒 這個比較危險的這一個路段 要趕快 把他修好 這個就是在民國九十八年的時候 這一帶從 舊馬家到舊牌灣這一帶 在十五K的地方 是大概在這裡 十五K的地方 這個地方 曾經有大的湯方 然後呢 然後呢 後面這邊的 也有那個 大的石塊 石板的移動 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當時呢 就屏東縣政府 警察局 就限制外面的人進去 九十八年 八八水災造成道路嚴重破壞 因此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公告 禁止外地人進入舊牌灣及把答應 那現在呢 路已經改善很多了 所以呢 現在 這個牌灣村的人 為了要發展他們的觀光 他們是希望把這一條路 要解除以前的限制 民國九十八年的限制 現在道路已有改善 為了解除往舊牌灣 也就是馬伐道路十五公里之後的路上限制 相公所在二月依照牌灣部落會議的決議 發行給屏東縣政府警察局 請求解除路三的管制 三月二十五號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同意辦理會康 並邀請縣政府原民處 公務處 警察局內不分局及相公所一同前往 我們今天來公務處 原民處 交通旅遊處 我們要報到縣政府 然後他們才來決定說 是不是就是可以解除 匯康紀錄在四月十四號發行給相公所 縣政府要求相公所參考依匯康意見辦理 並且寧定相關配套計畫 分為短期、中期、長期 再請警察局辦理後續的作業 因此 目前相公所將依據縣府要求積極改善 往舊排灣之道路 也就是15K以後到舊排灣部落 3月25去匯康 然後4月14號回航 回航就是說還不行 現在我們還要寫短期、長期、長期的那個計畫 改善計畫 我又在這一個月要把它做完 我不是寫說要到五月底嗎 我先把這個做完 然後就請他們來去看 我叫中期、長期 那就是針對於未來有幾個要改善的路段 第一個就是 那個最長灘方的地方 那邊要改做明隧道 再過來就是那個 以前那個石板會滑動的那個地方 我們那邊也都是要做 兩邊也都要做護欄 有一些有一些有落實的 有一些那個 都把它清一清 它那個可能要花比較長的時間來整修的 那就放在中長期計畫 從今天起到五月底 這段道路將禁止外地人 包括遊客、登商客進入 以免危險 因為要到舊牌灣的這一條路 這個路段 從舊馬家到舊牌灣這個路段 這個路比較窄 所以一定要限制車輛上去 以免危險 造成大家的不便盡情見諒 專武道路管制少也暫時移到舊馬家國小路口處 這邊呢 這一條道路呢 是很好的 但是從這個地方 就是馬家的這個活動中心 一直上去 到這個舊牌灣 我們石板屋 這邊呢 這邊呢 道路比較狹窄 外地人進入原鄉馬家 及桃花園 都必須向警察單位 申請入山證 那個入山證是只能到 15K的地方 15K就是 但是他也在舊馬家 舊馬家 舊馬家 上去一點點 現在警方他們是說 希望我們能夠還要再加一些警告標誌 在我身邊 有聽過 有關 有關